5月29号据网友爆料宋茜以单方面提出与SM正式解约 并回国成立个人工作室 而SM以宋茜资历不足拒绝了 当日晚8点宋茜发文称自己刚去公司溜达了一圈 被看出和公司的关系有什么影响 5月3朝下午SM公司发表声明表示 宋茜从未向公司提出过解约的要求 SM公司更宣布决定为宋茜在中国成立工作室 全力支持并有效促进宋茜的中国活动 而宋茜方面宣传公司也表示 宋茜从未向公司提出过解约的要求 SM公司与宋茜正在商讨工作规划 为更好的开展中国地区事业将成立宋茜工作室 中国区经济事务由工作室团队代表处理 宣传公司还特别感谢SM公司对宋茜的支持 感谢媒体朋友对宋茜的关心 感谢粉丝们对宋茜的守护 5月31号宋茜连发两条微博 周末好好休息吧 是我不会用吗 微博为什么不可以修改呢 再发一条放心吧 大家都小心 一次海话粉丝 让粉丝们不必被误传的简约风波担心 王国老西门自己身处舆论中心 还欣喜粉丝 遇到这样的好爱豆就嫁了吧 报道 5月29号据网友爆料宋茜 以单方面提出与SM正式解约 并回国成立个人工作室 而SM以宋茜资历不足拒绝了 当日晚8点宋茜发文称 自己刚去公司溜达了一圈 被看出和公司的关系有什么影响 5月30号下午 SM公司发表声明表示 宋茜从未向公司提出过解约的 要求 SM公司更宣布决定为宋茜在中国成立工作室 全力支持并有效促进宋茜的中国活动 而宋茜方面宣传公司也表示 宋茜从未向公司提出过解约的要求 SM公司与宋茜正在商讨工作规划 为更好的开展中国地区事业 将成立宋茜工作室 中国区经济事务由工作室团队代表处理 宣传公司还特别感谢SM公司对宋茜的支持 感谢媒体朋友对宋茜的关心 感谢粉丝们对宋茜的守护 5月31号中间连发两条微博 周末好好休息吧 是我不会用吗 微博为什么不可以修改呢 再发一条 放心吧 大家都小心 依次喊话粉丝 让粉丝们不必被误传的解约风波担心 芒果老西门自己身处舆论中心 还信息粉丝 遇到这样的好idol就嫁了吧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